好,我们回到大棋盘 这盘棋是螺旋直黑 范廷宇是白棋 黑棋新 小木 白棋小木 黑的低挂 白棋挂另外一个角 白棋这样的布局 可能是出于打破 打乱黑棋的部署 打破黑棋的一个布局构思的 这种思路 白棋如果加的话 黑棋也许是 一般来说 可能会黑棋研究的比较多 进入黑棋的套路 白棋反挂 黑棋加工 二肩高加 对于这个二肩高加呢 比较常用的下法呢 有两种 一种是实战的大跳 另外一种是飞压 那么飞压这部棋呢 在现在这个场合可能不太适合 对付白棋这个飞压呢 黑棋一般有两种下法 一种是简单的往底下爬 爬完之后直接跳 或者还有爬一个在跳的 爬完直接跳 这个是比较普通的一种定型方法 那么将来 白棋在这里有拖这个的手段 黑棋如果切的话 白棋可以 接上 在脚上取得根据地 黑棋如果这样冲下来呢 白棋在针子有力的情况下 黑棋如果冲下来反击 白棋可以反冲 再切断 黑的不能叫吃 叫吃被白棋一打 再一打吃 力的话一挡 黑棋死掉 那么黑棋只能 粘在里面 那白棋真吃 黑棋断这个的时候呢 白棋可以打吃一下 黑棋 吃不掉这两个白子 这样的话白棋外边 可以真吃一个黑子呢 是可以满意的 那么黑棋之所以 有再爬一下 再跳出去的下方 正是出于防止 直接跳出去 防白棋这个拖的手段 这个是白棋飞压之后 黑棋在下边爬的 两个基本变化 那么黑棋 还有另外一种下方呢 就是冲断 这里 黑棋冲断的话 白的靠一个是棋心 大家注意 这个靠是棋心 如果这样打吃的话 就是束手 这里有断 必须要补 那么黑棋 比方说就长 白棋跟着贴 黑棋跟着长 白棋就把这个子给送死了 黑棋顺势 就把两边都走好 这个白棋是典型的束手 单靠 单靠是一部手镜 那么黑的如果长的话呢 白棋就 不是这样打吃 这样跟在后边打吃 又是 又是束手了 白棋是要这样 打完再冲出来 再往外冲 这样下呢 才是走棋的步调 白的单靠 那么 普通定势 黑棋是长 白的长 黑棋补一手 白棋补一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 冲断之后的一个 最简明的定型 那么局部来说 白棋是完全可以满意的 黑棋先站的脚 白棋走到现在呢 木树也有 而且也比较厚实 白棋没有任何不满 但是呢 从整个 棋局的配合上来看 黑棋下一步有一个绝好点 黑棋就飞压 黑棋飞压之后 白棋 现在冲断 显然有点无力 旁边没有帮忙的子的话 冲断作战 白棋是不利的 所以普通的下法 只能是在下边爬 如果走普通定式呢 白棋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很扁 没有什么发展性 这个 比较厚的棋型呢 被压 被压低了 这个 后 后卫 发挥不出作用 被黑棋占到这个绝好点了 白棋不满意 所以这个也就是白棋实战 没有选择飞压的原因 局部呢 黑棋呢 还有局部黑棋 还有更复杂一点的 更强硬的手段 立下来 白棋拐的时候 黑棋拐 这里要挖 那么白棋顶的话 黑棋扳起来 局部有这样的手段 当然白棋在顶之前 也可以考虑先扳一下 然后再顶 把黑棋压在低位 将来呢 冻出这个字 这是一种 局部比较复杂的变化 也简单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 具体的这个变化呢 还比较复杂 跟这盘棋的主题呢 没有关系 所以呢 我们也就不多摆了 白棋之所以 没有选择飞压 就是怕这里落后手之后 被黑棋一飞压 这个 基本定是完成之后的 后卫发挥不出来 所以白棋简明的 跳一下 黑棋拆一或者拆二 这都是普通的音法 这里一般来说 不能被白棋跳下去 那被白棋围攻呢 这个字还得去做活 有点局促 黑棋实战选择的是 跳这个 跳这个呢 瞄着白棋 这里有点薄味啊 白棋如果不想被他断呢 需要刺一下 但是这个刺本身有点俗 帮黑棋这个头走得很硬 白棋不肯做这个交换 直接拖先走其他地方 小肩 这个局部呢 当然也有加工的下方 但是由于我们刚才说的 黑棋飞压的关系呢 这个加工也不是很有力 所以白棋先把头抬起来 下一步呢 这边加过来 或者是上边加工 两步 好点 对黑棋这两个子呢 都有影响 这时候普通的下方呢 应该是这边更重要 黑的如果 在上边拆 这一代被白棋加工呢 这个子感觉比较被动 普通的下方呢 应该是拆在这里 这个子安定以后 那么白棋这两个子 就成为黑棋 可以说将来是 黑棋的进攻目标 黑棋将来比方说 就这么尖顶 接着攻击这几个子呢 在这边可以得到一些 利益 拆这个是比较普通的下方 实战的黑棋是 直接要把白棋靠断 这个可能也是韩国年青棋手这位螺旋二段 这个可能是他的棋风 比较好战 对手棋行一旦有点漏洞 他就要牢牢的抓住你 但是呢 这地方也许正是 白棋这个差二是有点薄 但是可能正是范廷玉故意买个破绽 让黑棋来 黑棋靠 白棋如果一直线的跟着硬呢 黑棋就这么简单的顶 然后断 这个白棋恐怕就不太好 下边还会被切断 如果就这样弃掉的话呢 实地损失 尾免也太大 黑棋还是很满意的 黑棋吃掉这么大一个角 白棋所得的 不如黑棋 那么正面硬占白棋不利 所以实战白的下得很灵活 拖到脚上 拖到脚上呢 这部棋黑棋不太好对付 不能拌 拌的话白棋就走最简单的就可以了 补一个 然后再打吃 黑棋如果沾上 这样被白棋吃掉呢 白棋这个子很轻 黑棋割掉这个子 白棋损失也不大 唠唠地活在脚上 活得很厚 这个白棋完全可以满意 打结呢 现在在布局的早期 白棋是不怕的 黑棋找不到结材 所以这样被打吃 黑棋不行 那么也就是说 不能挡 但是不挡呢 更不行 没什么棋可以下 如果补下边的话 被穿出来 这个靠的意图完全就被挫败了 所以拖的时候 黑棋顶一个是正形 彻底的断开这个字和这边的连接 那么白棋搬一个很紧凑 二路搬很紧凑 黑棋这个时候呢 如果挡的话呢 白棋可以考虑挖吃 也可以考虑直接尝出来 因为黑棋吃这个子的话 白棋一反打 黑棋不太好办 如果打结 还是我们刚才说的 棋出无结 黑棋找不到结材 如果提掉呢 白的冲过来 黑棋这两个子变成废子 这个黑棋是彻底的失败 那街上也不太像我们围棋 白棋这里打吃还是先手 依然可以冲断黑棋 虽然黑棋隔开了白棋一个子 但是这边黑棋的形状很糟糕 这块白棋呢 已经很安全了 所以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黑棋挡被白的一长 这里还留着弱点 这个对黑棋来说 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那么如果走这样的棋 那就 更有点不太像 更不像一部好棋了 白棋就简单的 在这里补一手 街也好 或者是湖也好 这个班和黑棋单关街上的交换呢 是白棋便宜的非常多 黑棋走这种低效率的棋 对于高手来说是不能忍受的 所以黑棋是扳下来 白棋呢挖赤 这时候呢黑棋拐打是棋型 这种子不重要 黑棋一定就不要去沾了 如果沾的话呢 白棋也不需要冲断 白棋在这里单扳 黑棋就很难扳了 黑棋不能吃这个子 如果吃掉被白的冲过来 这里有双打吃 等于白棋已经通联了 黑棋崩溃 不能吃呢就只能退 或者是打吃一下再退 那白棋先手活一个很舒服的脚 再拖先 黑棋这个外势虽然还是比较 还算比较厚吧 但是白棋先手得脚也是可以满意的 那么黑棋拐打 白的提掉 黑棋打吃 白的只能沾上 黑棋接住 黑棋获得了一个非常厚实的外势 而白棋呢得到了先手 脚上活的木数还不小 将来黑棋如果在这边收惯 白棋立下来 我们看到脚上 木数不小 如果黑棋打吃呢 白棋把这个打拔 这里还留有加进去 或者是切断 这样的手段 这个局部 我们简单判断一下呢 黑棋在这个局部 比白棋多花了两手棋 局部黑棋多两手 那么白棋脚上的木数 应该 应该 大致算 接近十木棋吧 不到十木 将近十木棋 更重要的是呢 白棋取得先手 黑棋局部多两手之后 我们看一下 分析一下这个外势它的作用 在这边呢 被白棋这两个子 肯定是大大的限制住 那么白棋取得先手 再在这边限制黑棋外势的发挥呢 感觉上黑棋虽然是 后势足够厚了 但是呢 速度略微慢了一点 我觉得应该是 像这样的局面的话呢 喜欢拿白棋的职业棋手 应该会更多一些 白棋挂脚 挂脚的方向呢 主要是 针对限制黑棋这个后势来考虑 黑棋加工是当然的一手 如果现在在 往那个方向去 假设不动脑筋的 走这样的定时 被白棋拆二的话 那黑棋是 非常失败的这个构思 白棋这个拆二 很好的限制了 黑棋这个外势的发展 黑棋 这么厚的棋 基本上就 没有什么作为了 黑棋必须要加工 黑棋只有寄希望于在这里 唯出效率很高的空 才可以 挽回这里实地上的损失 才能在这里 发挥这里 多两手起这个后势的作用 黑棋加工 白的 如果选择最普通的定时呢 黑棋这个结构还是 可以满意的 黑棋这一代 潜力还是很可观的 但这部棋也可以考虑 现在其他的大厂 那么实战呢 白棋选择了 双飞燕反挂 黑棋压住 压住也是一个 局部很正常的下法 这时候呢 白棋单点33 这白棋单点33呢 黑棋面临着几种选择 一种是实战 一种是实战的挡下来 另外一种呢 是挡这边 或者还有呢 虎这个 虎一个呢 也是简明的一种定性 白棋爬过 黑棋脱线 但是这个子呢 没有死 将来白棋一顶 再一搬 这个子是活的 局部来说 白棋还留有这样的手段 挡这边也是一种定式 白棋爬过来 黑的长 局部呢 白棋可以选择两种下法 一种呢 是沾上 这样白棋落后手 但是将来 在这边呢 有留下一些味道 比如说搬了打吃啊 或者是搬完立下去之类的 有一些可以借用的地方 还有一种呢 是下立 下立之后 下一手棋特别大 白的如果拐到这里 黑的会很难受 局部大概只有印在这儿 那么黑棋是一个鱼形 这被拐一下呢 木树损失也是很惨重 这个子明显不如放在这个地方 不如 那么白棋 也就是说白棋比直接点33的定式呢 明显要好一些 那黑棋需要挡一手 如果外边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大场的话 黑棋需要挡一手 这样呢白棋就得到了先手 但是棋型呢 不如刚才那个厚 而黑棋呢 棋型更厚一点 将来黑棋在这里冲 再一路搬 白棋是挡不住的 挡住的话被断了 这里有关门去 所以白棋大致只能走在这里 那黑棋 一方面是木树便宜了 另外呢 对白棋的眼位 也有一定的 造成一定的威胁 那么挡这个呢 大致就有上面几种基本的变化 实战的黑棋选择的是挡这边 白棋爬过 黑的粘住 白棋接 顶 半接 黑的再照 对于这个结果呢 我觉得黑棋不能满意 虽然是厚是够厚了 但是黑棋这两边的厚势 究竟能换回多少实地 这这么速度很慢的进行 全盘的大厂被白棋很快的都抢先占据 黑棋这样 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这个进行 究竟 后市能发挡多大的威力 这个很值得怀疑 那么 至少有 几个地方黑棋可以考虑别的下方 当然一种呢是这个挡的方向 挡这边也是可以考虑的 那么在 这个时候 白棋粘上了呢 黑棋这个顶啊 看起来好像也是必然的一手 但是仔细一想也不见得要顶 因为顶完这里之后 将来这个地方的定行 黑棋可能是只能选择往这边接 让白棋粘了 在这边黑棋 一旦黑棋在这边有紫的时候呢 这个粘价值也是非常大的 一粘之后再一拐 黑棋就没什么空了 黑棋如果要在这边围空的话 白棋打拔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先手 这里一加进来 黑棋就围不到什么空 还得不围守 那么我们如果把这个棋型 看成这样的话 黑棋这个空 显然不大 不但不大 还有一点重复的感觉 所以黑棋这部顶 如果只是因为 黑的怕白棋这样下的话呢 我感觉黑棋好像也没有必要太担心 即使只有都跟着硬 那么黑棋现在可以换一个方向来选择 黑棋打持这个是先手 现在黑棋反正这一带是漏风空了 不如就让白棋去走 彻底的把这条边看轻一点 也就不必在这里花一手棋去走 那么这手棋如果换在上边的话 黑棋的规模显然就要大得多 这样的话 黑棋的后势 比实战更容易发挥它的威力 所以这个看起来是必然的一顶 其实仔细想想的可能也是有一定疑问 那么黑棋在这一带加工 还有一种可能性的就是怕白棋搬出来 搬出来呢 感觉上应该也不太可怕 因为这一代白棋 很难对黑棋这两个字有什么 很有效的进攻手段 黑棋甚至这个都是有先手的味道 这一打吃的话 白棋局部 脚上局部不是进货 是打结 那么上边的黑棋就靠出或者跳出 都是可以考虑的 一旦形成战斗的话 有可能黑棋的后势的作用更能够发挥 那么实在黑棋很扎实的顶了一步 白棋这个搬毡当然是要点 不走的话被黑棋一搬毡 这个木树的差别是很大的 而且白棋搬毡了之后呢 黑棋如果接上的话 白棋先拆 这里还有加的先手 这个字反倒更有活力 如果被黑棋搬毡 这个字反倒没有什么可以借用的地方 黑棋看到毡一个被白棋占一个大厂 这样感觉这样交换 它不便宜 所以呢实战走的这步棋 但是这步棋给人的感觉也很奇怪 白棋拖先 就算白棋拖先之后 黑棋这里还欠一所棋 将来要唯控总得粘回去 那么这样的棋形黑棋放在这儿 局部棋形也不好 而且呢 总不如放得远一点 所以 这个是很奇怪的一步棋 走完了之后 自己没有下一手可以走 没有下一手没有好点 那么既然接一个不便宜的话 那不如索性就拖先 比方说在上边挂脚 站大厂 这样更好一些 也就是说 看不到黑棋这步棋 到底有多少实实在在的价值 这一步应该是 应该是一步疑问手 走了这步之后 上边的大厂又被白棋抢占 从这两个脚的这个进程看来 两个脚上 应该是白棋都得分了 现在 如果让大家选择的话 我相信 喜欢拿白棋的棋手要 远远多余 喜欢拿黑棋的 这时候白棋加工黑棋 当然一定不能顺着白棋 不能如白棋所愿 就这么简单的往外逃 逃的话呢 在这样的下法会输得很快 白棋顺势就进入中复 黑棋的潜力就越来越 越来越小了 而白棋的空越做越大 这绝对不行 那黑棋挂脚 也是在问白棋的应手 看白棋究竟是脚上尖顶呢 还是从这个方向走起 实战白棋下的很厚实 就这么拆 按照普通的思路呢 挂完之后 黑棋还是应该在上边走起 点脚呢 跟全局的这个 跟这个半盘很不协调 黑棋在这边是做了两个后势 要尽量的往中复去扩张 在那边突然去 落一个后手 捞一点点空 这个后势完全发挥不了作用 点脚不太可以考虑 那么 可以考虑的还是反挂过来 将来如果这一代 黑子多了的话 把这个接上这块空也是很大的 这个方向应该是正常的 一个新棋方向 就是说 如果担心白棋在这里尖顶 黑棋这个子呢 就算被白棋吃掉 当做一个弃子 问题也不大 现在棋局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呢 还是抢占上边的大厂 黑棋实战在这里飞 飞和挂脚这两步棋不太连贯 被白棋小尖之后呢 怎么看这个挂脚都不便宜 往白棋很厚实的地方走一个 被这样夹住 这个 小尖这个进攻是很好的一步棋 如果 走在压这个位置 黑棋可以很轻松的弃掉这个子 转到脚上 黑棋简明弃子 这个白棋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特别大的疏忽 甚至黑棋现在针子有力 挖出来 白棋打下边的话 这里针子有力 这个白棋也不好办 如果顶在这儿呢 黑棋这个子也很轻 黑棋不会逃 如果逃的话 那正如白棋所愿 但是黑棋不会逃 他肯定在上边 你在抢大厂 白棋走在这儿呢 正是要这个黑子变重 他将来这样攻过来 他想吃得很大 如果这样吃呢 吃得很稳当 但是 不够大 黑棋就反倒轻了 走在这儿 让黑棋这个子变重 气了呢 黑棋觉得有点可惜 逃跑呢 白棋两边都是很安全的气 黑棋 自己一个人跑单关 感觉到很无聊 按正常的下法 黑棋 感觉上气量还是比较正常的 因为跑出来毕竟对白棋 没有任何的影响 但实际上黑棋呢 不舍得 他还是逃了 白的顺势为控 并且把头折在前面 黑棋点 气在白棋挡上 然后他再一靠 白棋挡黑棋一靠 这样的话呢 黑棋这边的棋心结构还是不错 一步棋就跑掉 而且跑得呢 很舒展 白棋很难再对他进行攻击了 白的实战没有这么简单的挡 而是飞罩这里 黑棋爬一个再挡下来 次序显得稍微有点怪 普通的想法呢 是直接挡下去 黑棋先爬一个 再挡 白棋下得很厚 拐 很厚实的拐 黑棋如果在脚上补活 那是绝对不行的 白棋把这个子掏出来 黑棋这两块 这两边是必死一边了 这个压是必须抢占的要点 那么白棋当然是一小尖 这个脚上呢 如果黑棋是近死的话呢 黑棋损失太大 这就完全不用判断了 黑棋不行 但是呢黑棋在这里还留有一点手段 不过这个手段对白棋来说 也基本上没有多少影响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 白棋一小剑 应该说白棋进行到现在呢 一直进行的很顺利 黑的终于走到上边这个比较大的地方了 这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 如果白棋普通的这么贴 黑棋就反倒越走越来劲了 斑的话黑的一切断 找到这个找到头绪了 切断之后可能在中府的作战 黑棋会比较有利 那白棋靠的话会被挖断 总不能这样出来 这个就太委屈了 所以黑棋 这是黑棋的步调 黑棋的构想图 我们看看白棋怎么打破 打破黑棋的意图 白棋扳在这 借用这个子 白棋要想出头 要想把这个头出的更舒服 黑能断 当然只能断 打吃 这个呢 也只能粘起来 虽然从下边打吃过来是棋型 但是 被白的提一个黑的也很难过 如果再补呢 这里明显还欠着冲断 如果走这边这里欠一个截 黑棋也是负担太重 粘一个虽然是鱼型 但是呢 黑的难受一点 可能 黑棋也觉得还是粘在这里 比达尔鲁要更好一些 白棋弧顶 这时候黑棋不能冲 冲的话被白棋冲断 下边一粒 黑棋这三个子就死了 杀气杀不过 所以必须得补 补了之后呢 这边被拌出来 白棋也不需要下的太复杂 简单的拌了沾上 这黑棋就不行 这四个子白的可以弃掉 这个黑子已经撞伤了 白棋出头出的是非常的舒服 这个图黑棋是不行的 那么黑棋往回退 白的呢 压住 黑棋冲 挡 白棋压住之后 我们就发现 白棋这个头出的就非常的舒畅 出的很舒服 不会像刚才那样的情况 直接贴被黑棋搬住 那个白棋比较麻烦 打吃完粒 打吃完粒是实地上来说是很大的一步 白棋下一步 下一手棋下的是让黑棋很难过 白棋跟着挡 这个看起来是很小的一个地方 白棋为什么一定要跟着挡下去呢 那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局部 白棋还是藏着后续手段 黑的如果直接脱线呢 白棋可以走小间 黑的黑棋挡下来吃的话 白棋糊糊糊 局部我们看一下这里 白棋是有手段的 或者呢 一路斑 黑的挡呢 白棋一扑 也可以吃掉这三个字 白棋在空里面残留着一些手段 这小间黑棋如果不敢挡下来 只能吃在这儿 那被白棋先手爬过 这个黑的是不能忍受 这里是假眼 整块黑棋还没有活干净 木树呢 已经损失非常大了 白棋挡它再补一手 被点了先手爬过 这个对于黑棋来说 是不能接受的 当然黑棋也不能接受 在这里再花一手棋 后手补一个 所以黑棋在这里断 如果没有这个棋的话 黑棋是绝对不会在这儿断的 这几个白子呢 是残子 吃掉也没有什么味道 黑棋去断这个没有意义 但是现在因为这里 留着手段 黑棋补又不肯 不补也不行 所以黑棋想到 干脆我补在外边 这步棋的好处呢 是这个地方 黑棋放出一气来 白棋打吃不进去了 但是这步棋也不利的一面 既然在这里 黑棋走了一个子 反倒会被白棋借用 来的烤出来 黑棋肠 借住 黑棋吃这三个子呢 没什么味道 是白棋是残子 但是呢 黑棋走了两个 如果被白棋吃掉的呢 如果被白棋吃掉的话 黑的肯定也会觉得有点心疼的 跳一个 所以跳一个 那么 跳一个之后呢 白棋没有在上边走棋 白棋这个时候判断还是很清晰的 上边黑棋再走 一旦被白棋加过的话 黑棋上边也没有空 而白棋在上边走一手呢 也很难说能增加很多 而这个地方还是很显然是比较大的地方 白棋走一个能增加不少时空 如果黑棋拆过来的话呢 显然也有收获 所以白棋抢占下边的大场 上边呢 他就让黑棋去走 白棋觉得黑的也没有什么好点 大不了就是这样走一个 那么掰得很轻松的就加过 就可以了 或者切断也行 那黑棋也是看到上边其实没有太大的价值 他把棋子放在这儿 这这个还是 应该说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构思 白棋还是不能这样顺着黑棋的意图走 背虎就没有棋行了 搬背切断 靠背挖 这样的棋呢又 有点类似于我们刚才说的 白棋又走成鱼形了 这样呢也 也接近于鱼形 黑棋顺着唯控啊 白棋都在走单关 那么这个时候白棋啊 白棋的好心在哪里呢 就实战这一步跳点 黑的不能冲 冲背一挡 断的话被白棋吃掉 如果补这边呢 白棋一接 这个字又撞伤了 冲不动 如果补回去呢 白棋出头出的非常舒服 这就是好心啊 很挺的这个 气也很长 出头出的也很挺 黑棋这时候可能感觉到压力越来越大 这形势越来越朝着 不利于黑棋的方向发展 背着一点点的很难受 直战黑棋被逼极了 他拼了 切断 这个切断的白棋一吃就可以把它吃掉 这个只是送死 但是他故意送给白棋吃 切断了 他就是为了冲过来 刚才我们说冲白棋可以挡住黑棋不行 但是断一下紧了白棋之后 一气之后呢 白棋再挡 黑棋先手打吃 送白棋一个子 然后把这两个子断在外边 这个图白棋不行 这两个子被断损失太大 中复黑棋潜力一下子就增加很多 不挡呢 不挡白棋也没起下 被黑棋封在里面的话 这个黑棋这个诱饵 白棋要去吃 那就上当 被黑棋封在里面白棋不行 所以断的时候呢 白棋是横顶 保证这里已经出头了 横顶 那黑棋断了之后 既然这边被黑棋 被白棋出头 那当然这个子就不能再弃掉 必须得拉回来 白的拐 这是必然的 脚上的黑棋局部 局部黑棋搬毡 白棋脚上是近似 但是呢 现在黑棋不能这么走 被白棋飞点在这里 黑棋的气是不够的 不能直接跟白棋去杀气 所以呢 黑棋先虎 白棋斑是当然这一手黑棋立下的 白的如果接上呢 黑棋再斑再把脚上吃掉 这样虽然外边被白棋都穿掉了 但是黑棋吃到那么大一个脚 那当然是收获巨大 完全可以满意 所以呢 白棋现在把脚补活 补活了脚之后呢 这里一冲 黑棋这两个子被冲死了 这个被沾了问题当然更严重 甚至白棋可以直接挡下去 沾或者挡 黑棋都受不了 那么下一步 黑棋显然是只有切断 切断之后呢 毕竟黑棋算是飞了九牛二虎之力 但毕竟是把白棋这块给断开了 断开了之后 局势呢 会比黑棋简简单单下更复杂一些 好了 那么白棋补活了脚上之后 中府的战斗会怎么样来发展呢 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实战的进程 好的 我们回到大棋盘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 白棋这一线突破了黑棋 之后呢 在脚上补活了 黑棋这个断呢 是必须的 黑棋切断之后 白棋这一冲呢 就可以吃掉黑棋这两个子 黑棋逃不出去了 这里是不入子 但是白棋如果现在冲的话 黑棋往这边走过来 借着进攻这块白棋 中府黑棋还是有相当可观的潜力 所以白的现在不能贪吃 搬这个是要点 搬头啊 是比吃这两个字更重要的要点 黑棋搬呢 白棋长 搬长之后 下一步啊 黑棋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当然还是这个冲吃了 另外呢 这边也不安全 白棋一挡下来之后 我们看到实战 白棋是在这里实战手段 这里是有棋的 那么黑的如果要想把这个补干净的话呢 白棋这个斑长当然已经先手便宜了 并且白棋现在还是不一定要冲吃 这个拐头也很大 把头拐过来 黑棋的潜力就彻底的丧失的干干净净了 这样的话呢 如果黑棋一旦失去了中府的潜力 跟白棋比实控的话呢 这个差距非常的大 那黑棋也不甘心就这么很听话的 被白棋顺着白棋的步调走 这样的话呢 可能根本就没有跟白棋争胜负的机会 实战的黑棋冲 先把白棋这个眼位冲掉 然后再架 黑棋先把这个冲吃解决了 解决了再说 上边呢 有棋 黑棋肯定也看到 但是顾不上 对于黑棋来说呢 现在局势已经落后不少了 能下得乱一点呢 也是黑棋的一个愿望 虽然这个乱对于黑棋来说 肯定是很不利 因为很明显这里的漏洞 被白棋攻击的话呢 黑棋很难防 黑的是小尖在这里 搬当然是搬不住了 被白棋一拐再一爬 这里 黑棋如果要紧住气的话 这里被切断了 如果走这样的下法呢 白棋可以先沿出一口气 黑的只能走这 那么白棋变成四口气了 四口气的话 再跟黑棋去对杀 不管怎么着 黑的总是死了 黑棋慢一气 白棋有四口气 黑棋只有三口气 所以黑棋肩在这 肩在这也是一个唯一的抵抗的办法 那白棋一拓 我们刚才说了这样是不行的 被白棋一断 这个吃和双叫吃 两个比较齐 所以黑棋只能拌 黑棋拌的白棋一顶 这气比较奇怪的是 白棋粘上虽然也是四口气 但是上边这个气就不太好紧 上边白棋要是去搬粘的话 自己紧一气变成三口气 这杀不了黑棋 所以白棋顶 下一步要关门吃 黑棋必须得团住 之后呢 白的再一冲 这一冲之后就形成了一个打结 形成打结 黑棋必须打吃这一下 粘上被白棋度过 虽然看上去白棋气非常紧 但是这里没有结不归 黑棋搬的时候白棋粘上 铺完结住 白棋就结上 黑棋吃不掉 那自己就吃不掉白棋 黑棋自己全死了 所以只能打结 白棋做结 这个结呢 毫无疑问 对白棋是很有利的 因为黑棋太重了 黑棋这个结打输的话就完了 而白棋呢 即使结打输了 其他地方只要找到一点 比如说吃掉这三个子 或者其他地方找到一些便宜 白棋已经是足够满意了 剔结 白棋找结 这个呢 黑棋也是必须要结上 不粘的话 这虽然说这个结 非常严重 黑棋很想消掉 但是消结被白棋先手吃两子之后 先手吃两子之后 这个粘又变成先手 那么这里还欠着三个子 黑棋损失太大 所以只能结上 白的提 找结 这个是结材 白棋提的话被搬死了 必须长 提结 加一个 黑的也必须硬 这三个子呢 是奇筋 跟这块白棋没活的 通连的一个奇筋 黑的如果消结 白棋先手吃 先手把这三个子吃掉 黑棋大失败 所以必须得沾 白的提掉 再贴还是先手 白棋不硬的话 被搬慢一气 死了 必须长 黑棋提过来 黑 白棋呢 靠这个 这时候黑棋也不敢不硬 虽然很想消结 但是这个被白棋粘上 下边 下边黑棋还得补一手 要不然被一搬 这是不能忍受的 下边再去补一手 那 白棋可以把这 这块黑棋吃掉 并且吃得很大 那黑棋绝对不行的 所以呢 必须得冲 但是 黑棋必须硬的麻烦 就在于当白棋提过来的时候 黑棋全盘一个结材也找不着了 只能 忍回去 这个对于黑棋来说是非常难过 那么白的现在如果立刻开结呢 也找不到一个特别有力的结材 所以白棋先在这顶 这个局部呢 本身就是有一点问题的 本身黑棋局部就有一点问题 黑的挡呢 当然就被吃掉三个子了 如果接上呢 本身白棋就可以拐过来 这里虽然黑棋可以铺紧气 但是在打吃的时候 白棋拐出来 本来就可以逃掉 那黑棋肯定是不能接了 那边还欠着一个结呢 如果这么走呢 白的就简单的吃掉 黑棋还得补上面的结 那白棋 盖白棋先手 白棋削一削 黑棋中间的空 也是很轻松的局面 黑棋实战呢 补了一手 这地方不能不补 这个抱着一个炸弹 没有办法跟白棋作战 任何时候只要敢用墙 被白棋开截 都有可能就粉身碎骨了 所以呢 黑棋补一手 那白棋拐过来 黑的打吃 白棋把三个子呢 吃掉 黑棋 踢掉 白棋吃到这三个子呢 这块棋就彻底安全了 很安心了 之后呢 很机敏的把线手关子收了 白的如果不度 被黑棋给线手搬粘了 这地方木树的出入 还是很大的 黑的能打吃 白棋接住 白棋先立一下 这个次序下得更细腻一些 这里呢 要搬过 所以黑棋必须硬一手 白的再接 这步接呢 是一个 啊 事先手 黑棋如果不硬的话 白棋收气的要点在这里 黑的打吃 接上 下一步要吃了 黑棋必须从这里紧气 那么白棋 现在虽然暂时不入子 但是呢 从上面收一气之后 白棋快一气 这种局部的小尖呢 也经常是 实战当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个收气的要点 那么白棋接势先手 黑棋需要再硬一手 白棋得到先手 关子便宜之后 在中间拐 压缩黑棋这一块 控 黑的当然要搬 白棋搬 黑的连搬 这是黑棋唯一的一块 可以再 尽量扩大的控 那白棋一长 黑棋围住 这时候呢 白棋没有再跟着走 而是吃 这部轿吃呢 非常大 黑 白的如果再跟着走 那么黑棋 把这个抢掉 上边一块 围的也是 围的不小 白棋轿吃 轿吃不但是 把这两个子连挥了 还下一步 它还 还留有手段 那么这个扳头 当然是巨大的一步棋 扳头的黑棋这里增长了很多 那么 白的跳进来 这个跳进来 就是叫吃之后的 后续手段 还可以再往里面钻 去把黑棋的 把黑棋的控 再给挤压一些 黑棋呢 黑棋呢 是不能这样下的 这个冲断 因为黑棋气太紧了 这样冲断的话 到处都要出麻烦 黑棋不能接上 白棋叫吃 再跑 黑棋 这三个子要死 这样吃 那么 白的 可以先沿出气来 甚至还可以这样下 加 黑的如果这样打 那被白棋双 这看错 这个可以这样打吃 再打吃 再接住 要吃黑棋四个子 黑棋只能这样 这个截是黑棋承受不起的 这一提 万截不硬 下一步把这个提了 这棋就结束了 空里面有棋 吃在这儿呢 也解决不了问题 白棋可以滚包 先手滚包之后一提 一打吃 再提过来 这也是万截不硬 黑棋就被提光了 所以白棋跳进来之后 像这种断点又很多 气又很紧的地方呢 黑棋是一定不能用强的 直接冲断呢 只会导致这个 很快的就被 就被白棋给吃掉 所以黑棋补一手 像这一类的地方 也需要注意 两个地方可以打吃 白棋有两种可能性的时候呢 尽量先保留 不要先去打吃 先打吃哪一边 都失去了另一种变化 有可能是亏损的 所以白棋单跳 黑棋补一手 那白棋 次序竟然先点刺 只能接上 再双 这黑棋只能跟着硬一手 如果不硬的话 白棋这样 点刺是先手 再贴着进来 黑棋的空就所剩无几了 所以这个冲一个还是很大的 黑棋跟着冲了一招 那在冲之前 在冲之前呢 这里次序呢 稍微摆得有一点出入 白棋叫吃 黑棋是先 先把这个接上了 之后再搬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局部 这个局部呢 白棋这个力本身是很大的一手棋 现在呢 也可以说是全局最大的一手了 不走即使脚上 是活棋被黑棋打吃 白的目数损失也很惨重 而这个脚上呢 黑的如果打吃的话 白棋是近活不了的 白棋如果挡 黑棋点在这里 不靠这个节 白棋局部是活不了的 走这个呢 也是一个做活的要点 但是黑棋 黑的如果长的话 白棋作严 虽然是很委屈 木树上来讲 已经是亏得 亏得非常多了 虽然很委屈 但是它可以近活 局部的死活呢 黑棋点这里或者飞这 不管走哪 不管黑棋怎么杀 白棋如果不依靠这个打劫的话 这个局部是做不活的 所以这里局部是打结活 当然即使没有打结活的问题 黑棋仅仅是收木 这个白棋已经收不了了 所以这个粘的白棋必须立 那么黑棋既然当初早早的就选择了 围这块空呢 也只能选择往这边蘸了 而且这个蘸了还很着急 如果不走 直接围空 这里被白棋打拔的话 黑的很可能还得补一手 那就是变成白棋的先手便宜 白棋先手的关子 如果不补这个地方加进来 黑棋的味道很糟糕 拐式是先手啊 在这个外边各种先手利用 黑棋这个空 在这里还有切断 还有段 黑棋这个空围的是很不踏实 所以呢 黑棋粘了一步 黑棋粘上 白棋立下 做了一个这个的交换 之后呢 黑棋再扳头 白棋跳进 这个地方是黑棋提的字 白棋跳进来 黑棋不能冲断的理由呢 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 给大家解释过了 那黑棋要补一手 这地方补呢 主要不是怕白棋断这边 而是怕白棋打吃先手之后 把这个切断 这个提可以看成白棋的先手 黑棋补一手 围住这块空 局部呢 这个地方白棋提示先手 但是即使提先手 上边呢 也没有棋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收棋 白棋度过是一个收棋的要点 不度过的话 走这个被黑棋叫吃 这个白棋 黑棋有眼 白棋没有眼 不行 度过呢 黑棋叫吃 粘是粘不上 粘上被打吃再打吃 那这个白棋不止慢一棋了 小尖是个收棋的要点 黑棋呢 不能挡 挡被收棋 打结了 黑棋提 白的打吃进来 看起来好像有问题 是打结 其实呢 是一个连环结 黑棋可以踢这 掰的踢的话 黑棋踢过去 这个结 黑棋是可以说永远也输不了 白棋需要找结 黑棋呢 不需要找结 白棋不可能有无穷的结材 这地方既不是打结 也不是三结循环 这里没有起 是一个连环结 局部没有起 但是黑棋气非常紧 由于气紧被白棋跳进来之后呢 黑棋就只有忍耐 不能再去用墙冲断 那么白棋飞点 黑的接住 白棋呢 连回来 连回来之后 下一步要点了穿进来 所以黑棋守住空 那么白棋再拐 这个拐也是一个 价值巨大的关子 不走的话被黑棋一挡 黑棋一挡 这个白棋脚上还感觉很不干净 跟着走的话呢 不止目数打 后保还有关系 歪得一拐 这棋局进行到现在呢 可以说白棋是一帆风顺 那么从布局开始一直领先 到中盘战斗的时候呢 黑棋想要拼一拼 但是白棋也牢牢地抓住了黑棋过分的机会呢 继续的扩大了优势 我们简单的点一下木 来判断一下这个形式 这块黑棋都围住了 那么 在这一代白棋拐弯打 吃是先手 黑棋打只有一二三四 五六七 十七十八 二十八 二九三十三一四二三 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 四十 再算到这一代有四十木棋 这里呢白棋还有一点点啊 钻进来的可能性 四十木强一点 那么在这里呢 大致有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木十二 四十加十二五十二木 这一块棋呢 不到五十五木 五十二 五三五四 五五六五七五八 五九六十六一 六十二 黑棋全盘六十二三木 我们再看看白棋 吃到了这个子之后 脚上是十十一十二十三木 二十三二四二五二六 这个是蹄子 二十七木 二十七木加中间三个子 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 两个子呢也含在白棋嘴里 三十五木以上 三十五木以上 再加上脚上脚上的一二三四五六七 白棋还没算这块 白棋没算这块的情况下呢 有四十二 四十二的话 这块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唯一全局不太确定的一个地方 黑的如果都算近死的话 白棋这块 十十一 十二十三 四十五 十六十七 十二十二十 数到这二十 这里还至少有十木的潜力 这三十 三十多亩 那么 假设黑棋这三个子是近死 那白棋盘面都领先很多了 黑棋才六十多亩 白棋七十多亩了 那么现在唯一棋盘上不确定的地方就是 这里黑棋究竟还有没有棋 它是近死了呢 还是能折腾出一点东西 当然如果黑棋能够近活的话 这个判断就完全不一样了 黑棋近活之后 白棋这里只剩下十木棋 那恐怕 白棋行事反倒还可以 还觉得白棋行事有点吃紧 那么下一步 白棋拐了之后 该黑棋走了 当然 从这步棋我们也可以至少从这步棋 或者前面的进程也可以看出来 如果这块棋 黑棋能活的话 双方早就在这里动手了 但是呢 这究竟能不能活 这也是黑棋全局可以说唯一的一个希望 这里究竟会下成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还是先去看一下实战的进程 好的 我们回到大棋盘 白棋这一拐之后 这个脚上是唯一全盘不确定的 全盘唯一一个不确定的地方 这脚上究竟 这个死活的基本功是个什么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黑棋呢 先扳 这个白棋当然只好挡上 之后呢 黑的再爬 黑棋在爬的时候呢 白棋不能打拔 吃这个子 这个局部是不好的 黑棋冲先手 急也是先手 这样大家就可以看清楚了 黑的一立 或者虎在这里 这已经是很明确的两个眼了 另一个也可以活 所以打拔是不成立的 那么扳这个呢 黑棋依靠挤的先手和冲的先手 这两个是先手之后 黑棋可以虎在这 这样呢 白棋也杀不掉黑棋 破眼的话 黑棋一顶 破上边这个眼 黑棋下边是两个眼 白棋单团的话 黑棋直接作眼 这样黑的就活了 如果点进来在这里呢 黑棋作眼 这里看起来气 看起来呢 黑棋气有点紧 但是刚好没有问题 可以叫刺 白的立的时候 黑棋先一提 白棋吃进来的时候 黑棋可以作火 所以黑棋先扳 再爬 是一个很好的次序 如果直接爬的话 白棋简单的立到这 黑棋 就比较麻烦 黑棋要靠这两个的先手 要想作火的话呢 挡被一扳死了 走在这里呢 白棋可以大飞进去 这个呢 看起来 这个看起来是一步作火的要点 但是白棋可以挖进去 黑棋气太紧了 活不了 那么黑棋局部先扳 再爬 这个是局部一个正确的下法 那么白棋一路打吃 一路打吃也是来杀黑棋的一步好棋 黑棋现在几时先手 冲是先手 粘上呢 是活不了的 粘上的话 被白棋一路一搬 就死掉了 那么黑棋现在有一步 可以顽抗的棋呢 是走在这 黑棋弯在这 也就是实战当中 刚才大家看到的 可以做成一个打结 掰的不能提了 提被黑棋做火 白棋搬这个是要点 黑棋可以做结 局部走成打结火 这个打结火呢 应该在双方的 肯定是在双方的计算之中了 大家早就知道这里留有一个打结火 但是呢 这个打结火应该说 对于全盘的形式呢 不会产生什么改变 白棋还是很明显的占有很大的优势 我们刚才简单判断了一下 黑棋有60多亩 甚至可以说 即使这个地方黑棋近活的话 这棋 黑棋 都不一定就 能赢 何况是打结 更何况呢 这个结 对于白棋来说 还是很有利的 因为白棋现在也是全局下得非常之厚 就包括刚才这个拐 拐了之后 这个脚上就绝对的没有一个结材 如果这里被黑棋挡到的话呢 这个脚上可以 可能会生出无穷的结材 那么所以白棋一提的时候 黑的发现好像 全盘看来看去很难找到足够的结材 甚至很难找到像样的结材 黑棋呢 在这唬一下 这个 有结材呢 当然是找完提过去 但是现在找不着合适的结材 又再 再次退让 这就相当于已经被白棋先提到一下 对于黑棋来说呢 没有结材也没有办法 黑棋断 这时候呢 白棋要想解消这个结呢 如果接上的话呢 黑棋这个挤成为先手 白棋去吃它的话 这样其实 好像白棋想解明的吃掉 但反倒有点看不清楚 尝一个也有先手的味道 在这边 黑棋一尖顶 白棋这块棋呢 也没活干净 在这边呢 挤到和长到之后 这里黑棋走下来的话 不管是点也好 飞也好 这个白棋 哪怕能吃掉黑棋 被黑棋卷进去收气吃 白棋可能也会 有很大的麻烦 所以白棋呢 没有粘节 而是跟着硬 打吃 黑的呢 踢过去 白棋这时候呢 找一个结材 再踢过来 黑的挤一下 这个是结材 白棋当然要杀它 黑的踢过来 黑的踢了之后呢 白棋 这时候 白棋看得很清楚 直接接上 局部呢 因为黑棋 刚才 由于没有结材的原因 在这里退缩了一步 局部 白棋站上 黑棋已经近死了 只能指望这个子 跑出来之后 跟白棋杀气 或者是有什么借用 那么我们看一下 实战它跑出来了 跑出来之后呢 白棋 打吃 黑的当然要跑 这几步是必然的 必然的进行 白棋贴出来 白棋顺利的出头了 黑棋在这里 即使能够搬 也没有什么意义 白棋哪怕就 简单的弯出去 只要这边 顺顺当当的连回去了 黑棋这个搬 这里还留下 白棋很多先手借用 这边是下不来的 所以这个搬 并没有意义 那么黑棋实战是 走在这 白棋很冷静的 唬了一手 捕住 黑的呢 长 长一个呢 把先断 把白棋的气紧住 先紧气 白棋当然要叫吃了 这一长 长一个呢 看起来好像是 瞄着两个好点 一个呢 是这跳家 这一跳家 白棋被封进去了 那就麻烦了 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挡下来 但是这个地方呢 当然白棋的计算 是非常清楚的 贴 贴之后 黑棋不能再跟着走了 再跟着走 白棋这边已经安全了 那么只要把这个一爬过 这块把黑棋进吃的话 白棋 盘面 白棋都领先很多了 这些不存在收官的问题 所以呢 黑的怎么也得往下挡 但是这个地方 早在白棋的计算之中 白棋看得非常清楚 先弧顶 这个是好次序 然后再一扳头 下到这步扳头的时候呢 黑棋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 因为黑棋如果接着下的话 只能接上 那么白棋切断 这个地方有个滚包 但是呢 包完之后呢 黑棋是慢一气 甚至可以说慢两气了 因为黑棋还紧不进去 这里还要补 那么外边已经是只有两气死掉 那黑棋如果要逃跑这边呢 这个 白棋就二路扳 先扳上边也可以 黑白棋可以 顺顺当当的通过 上边的利用 得到这个的线索 这样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把黑棋吃掉 贴是先手 再贴下边 黑棋再 那么白棋再一拐 再一贴 把黑棋下边吃掉 黑棋是逃不掉的 这样白棋 把黑棋吃了 所以呢 当白棋下到这部班的时候呢 黑棋就认输了 那么 范廷玉 这盘棋应该是 很流畅 很轻松的取得了胜利 可以这么说 那么 范廷玉这位年轻棋手呢 今年才16岁 但是在 这个英式杯的世界 世界比赛 冠亚军决赛当中呢 他是战胜了韩国的等级分排名第一 嫖廷环九段 夺得了英式杯的冠军 这个呢 也是创造了中国棋手最年轻的 夺得世界冠军的这么一个记录 夺得世界冠军之后呢 范廷玉三段 就直接晋升到了九段 这位年轻的棋手下棋呢 非常的沉稳 很像当年的 很有当年李昌浩的风范啊 总是面无表情的 非常沉着的啊 静静的等待对手的失误 一旦对手有失误 那就牢牢不放的抓住 这样的年轻棋手 确实是 非常的难对付 这盘棋呢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黑棋在两个 开局两个角的选择上呢 就略有失误啊 速度比较慢 虽然很厚 但是这个厚势啊 黑棋没有找到发挥他的威力的方法 那么在左边的作战当中呢 白棋是一直抓住了黑棋的失误呢 一直领先 并且一步一步的跨大优势 最终呢 白棋是以啊 准确的计算 他中盘战胜了这个韩国的新锐棋手罗璇 那么范庭宇就以圣者的身份呢 进入了三星辈的第二轮 好的 这盘棋只为大家讲解到这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